2016年3月15日 18次围棋世界冠军李世时 被一款电脑程序阿法狗打败 这是自90年代末 深蓝打败国际象棋大师 加里·卡斯帕洛夫之后 在人工智能领域 最具历史性的事件之一 所不同的是 阿法狗可能代表了 人工智能研究领域 一个更大的转折点 正如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所述 阿法狗及类似的程序的运算架构 能够处理远比游戏更复杂的问题 围棋起源于2500年前的中国 游戏规则是 由两名棋手在一个网格棋盘上 布置黑色或白色的石头博弈 以争夺领地 尽管游戏的规则很简单 但围棋远比国际象棋复杂的多 在国际象棋中 可能的走法总数为 十的一百次方 而围棋则有十的七百次方之多 这使得在国际象棋中 深蓝所使用的运算技巧 无法处理围棋的复杂性 正是这种复杂性 使围棋对人工智能研究者来说 充满了吸引力 一款能够自己学习 如何下好围棋的程序 或许在某些方面 可以处理其他复杂的人工智能的问题 出人意料的是 开发阿法狗的团队 谷歌DeepMind 并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人工智能概念或方法 其实阿法狗成功的秘密是 其如何整合并运用了 最新的数据驱动人工智能方法 这被称为深度学习 这种人工智能的分支 学习如何在无标签的数据集中 识别高度抽象的模式 主要是通过使用 模仿大脑处理信息的计算网络 作者们认为 这种神经网络的方法 可以被认为是ACP技术的一个具体例子 ACP是人工系统 计算实验和并行计算的缩写 ACP有效地缩短了阿法狗 为决定一步棋 必须搜索的游戏空间 阿法狗并没有费力地搜索 所有可能的下法 而是通过不断与自己下棋 并学习以前下的棋 来识别游戏模式 实际上阿法狗感受到了 围棋棋手所说的棋形 作者认为 研发这种直觉 能提高对复杂工程 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管理能力 作者的观点是 阿法狗之类的程序 能够解决人类能解决的任何决策问题 作者提出的 这一阿法狗论题是 秋奇图林论题的决策性版本 秋奇图林论题认为 人类可以计算的任何问题 都可由图林机计算 因此 阿法狗最近的胜利 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景 颇为可观 尽管深度学习 要取得围棋领域之外的成功 很可能还需要数十年以上的研究 但阿法狗是一个好的开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